要是 从哪里设计 从你最喜欢的东西设计 为什么呢 最喜欢的 你对它的念最深 一般人绝大多数 情职 现在我看不是情职 你看儿女不要父母 情职就没有 不是情职 现在是财职 没有不想情人的 这个东西麻烦了 你什么念头最强啊 贪财的念头最强 比情职还强 父母 妻子儿女可以不要 不能不要钱啊 古时候是情在败在地 现在改了 这个东西不能不丢掉啊 释迦牟尼佛 一生 持金钱戒 一生不去摸钱 不去接触钱 人家供养钱他不要的 他要的供养就是一波饭 一波饭还不是一家的 好多人家凑齐一部分 一家给他一瓢根 这是把世界 财断掉 第二个是四 财色 两观最难断的 修行要从最难断的先下手 那个就容易断了 最难断断掉了 其他容易了 如果从最容易断的先断手 这是断不干净 那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 一定从最难的 最喜欢的 最心爱的 最舍不得的 从这里先放下 要正方向 正方向是心上没有 心上干干净净 四上随悦 心里头亲近 这是真因修行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如果 尤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就特别从四上 先下手 语言理 思想 对自己有保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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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